《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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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开过 对春意后知后觉的榆树 终于冒出了绿意 当然也不能空着手 姗姗来吃 比起花红柳绿 榆树寄予春天 这场盛宴的礼物 是果实 是结在春天的种子 飘洒在春天的种子 这礼物着实贵重 而又不是美丽 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挤在枝头 圆圆的如展开的仙女的裙 娇艳美丽 他们就是余钱 有人称他们为余时余子余人余家 因为行似同钱 又被人们形象的叫做余钱 恰恰是因为余钱与余钱同音 更是在占满枝头时 受到人们的喜爱 当然 也是因为营养价值很高 是春天的好食材 盗磅瑜伽青四前 摘来孤酒 均恳否 连边塞诗人陈餐都在考虑 是不是该把鱼茄摘下来 下酒了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 余钱的出现 才宣告春天的正式到来 而这个时候 大地里还没有绿色 在过去的饥荒年代 这是最难熬的一个季节 粮仓里的屯粮越来越少 新的蔬菜瓜果还没成熟 这时的余钱是当饭式 漂亮的余钱在饥荒的年头 是用来救命的 孙子摘来的鱼茄儿 今天齐奶奶要蒸布了 又担心孙子不爱吃 改成了鱼茄伯 鱼茄儿 就像你炸了 给它切了 压了豆面子 拌豆面子吃 那算好的呢 布了是当地人对于蒸鱼茄儿的一种称呼 洗干净的鱼茄儿跟玉米面和在一起 铺在蒸笼布上 开大火蒸几分钟就好了 在齐奶奶的记忆里 这是用来冲击味道食物 是救命的好东西 真的好霸愣啊 一趟啊 都给霸的流光 翘板热的 都霸死了 那管那门管呢 敢咋管呢 哪里都哪里没招啊 这鱼茄皮越根底的越厚 就那白的 霸出那白的越厚 像这都不行的 压了好粘子压了 那时候没有浆上好粘子压 压完了 洗完了 搞得做个豆子 那不就去蒸面上挖个包料 出生在1936年的 现代著名作家刘少棠 就在散文《余前范里》这样写道 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 春三月 鱼茄就是穷苦人的青米面 鱼茄波波和布勒的主要区别 就是玉米面的比例增加了 布勒是以鱼茄为主 鱼茄波波是以玉米面为主 鱼茄为点缀 所以吃鱼茄波波在饥荒年里 可是奢侈的行为 做鱼茄给你装着鱼茄吧 这春晚小蒜 上山跑小蒜中小蒜是挺高的 然后就跑回去 跑完回来 那多的话都一筐筐长 就大筐都一筐筐跑 跑完回来炸了 炸了高的老菜也不如我吃 老菜喝了吃 熟了吧 吃吧 吃我给你们蒸点菜 吃不行一点啊 这和现在齐奶奶的鱼茄波波 意义大不一样了 这个鱼茄波波可是为了给孙子尝鲜的 家住朝阳寺的白阿姨一大早 就去沟边摘鱼茄了 看白阿姨身受敏捷的样子 你一定想不到 她可是孙子都要上小学的奶奶级人物了 白阿姨的家在101国道附近 虽然她自己说是山沟 可这地方没大山 几个小山包顶多算是个丘陵 而且交通便利 白阿姨的儿子开了一家养猪场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也许是从小就在这片丘陵里长大的原因 白阿姨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山沟里走走 登山爬坡不成问题 她熟悉每一片林子 是附近人人皆知的采蘑菇能手 当然采鱼茄也是不在话下 一会儿功夫就采满框了 白阿姨要做鱼茄饼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玉米面看起来有点粗 不去外皮的玉米面味道更醇厚 玉米面和新鲜的鱼茄混合 加入酵母快速发酵 剩下的就是贴饼子了 多长一样 做鲜肉 鱼茄 的大小 盐 最后一会儿 蒜翅 鱼茄 水 水 水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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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薯皮真能吃 完了做河了 把鱼薯皮就是扒完皮了 完了是跟脸那压了 完了就是跟面一火 那就老百姓家家都吃 过去那河了床了一压 老百姓都爱吃吗 要吃啥呀过去 这个主要的吗 盖上锅盖加热 听得见柴火噼噼啪啪的声音 这声音让大姓想起 以往的农村生活 这个我昨天买这个 这是零到零 布了完了和成面了 完了啥一蒸 完挺好吃的 切成方块 虽然现在他还在农村 可现在的农村生活和以往 有了太多的变化 白阿姨把自己家里的门厅 变成了小小的植物园 柠檬树 小金桀 无花果 把以前见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都移栽过来 这都需要在整个冬天里保持合适的温度 鱼钱饼子熟了 带着鱼钱的辛香 带着玉米面的甜 合着一锅炖好的菜 好吃的停不下来 鱼钱是实节性极强的食材 刚刚绽放没有几天 鱼钱就开始发白变黄 种子成熟 随风飘落 看着和前几天的样子差不多 可现在就已经变硬 吃不得了 六月 按照时节应该是夏天了 可北方的春天 似乎还没有过完 槐花就在这个时候 带着香气闯入烟连 槐林五月 让穷花与芬芳最万佳 潭水碧波飘落处 浮香一路到天涯 槐花质苦端庄 带着一身的香气 在村头路边水塘旁 静静地开放 高大伟岸的槐树 在风中摇曳生姿 花瓣鱼纷纷飘落 香气飘得很远 宝地温泉养生馆 利用当地的温泉资源 开在城市边上的休闲好去处 沿着山市种了许多槐树 槐花开了的时候 满山飘香 在农村长大的厨师长 把自己家的做法 搬到了大厨房 推出了槐花包子 让农村家家都吃的槐花 登上了大压之堂 大清早 空气清新 也是摘槐花 正新鲜的时候 槐花是一串一串的 这一串上有的已经开了 有的还是花蕾 碧蓝的天空 新绿的枝头 玉色的槐花 但是摘花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摘来的槐花洗净 超水 时间不宜过长 迅速捞出来过一遍凉水 以保持花瓣的质感 云豆切碎 同样超水 这是要和槐花放在一起的 槐花花瓣算是肉质肥厚的 但是要做包子馅 还是需要其他食材作为衬地 云豆的质感和槐花的花瓣相似 胃平 很能够衬托出槐花的香气和颜色 少量肉馅是为了提升包子的香味 全麦面的包子皮 麦香浓郁 营养丰富 用全麦面做包子皮 在厨师的眼里可不单是这个意思 看看包子蒸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这个孔项的心肝 我想说是这种好 在耐心里面 ballet 放在耐心上 所以在耐心胃 这是炸出来的 而因为幻体又快要扎 去糖尿 我们现在帮助到别的 自然的麦黄色和结白的淮花搭配起来很扬眼 这才是色香味俱全 淮花汤 在淮花盛开的时节 可是农村主妇们随意做的一道汤 少油将新鲜的淮花炒过加水 水烧开了淋入淡液少许盐 点缀红色枸杞 出锅 清淡的才可以彰显淮花的鲜美和新香 淮花饼可是大厨的新创意 为了保持淮花的形态 特意点缀在上面 造型倒是很用心 可怎么看都不是乡村味道 乡村的味道比起造型 更重视的是食材的天然本质和季节特色 吃到嘴里感受到的是季节的热情 这里曾经是荒山 在这个干旱少育的地方 这样的丘陵山坡地的收成很少 经常是忙活了一年 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 把这里改造成鸡心果园 是小商的想法 现在是鸡心果栽种的第二年 小商对这个果园充满了期待 当然也是尽心照顾着 农家肥接杆 这果树周围的土壤都是经过配比的 绿色环保 还得保证没有病虫害 所以这里成了 线菜和灰灰菜的乐园 可别小看了这些 长在田间地头的野菜 曾经也是用来冲击的粮食 南方有台 北方有莱 莱就是灰菜 采灰灰菜 在诗经中就有记载了 焯水控干 配上蘸酱料 过去用来冲击的野菜 如今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白玉华 蒙古乐金馅饼 和喇嘛炖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佛寺镇开了一家酒店 佛寺镇是汉族地区蒙古族乡镇 虽然周边住的都是汉族 可这里大部分人都说蒙语 保留着蒙古族的生活习俗 比如吃馅饼 烙馅饼是蒙古族女人必会的一门手艺 蒙古馅饼的最大特点是薄 皮薄 薄的可以看见里面的馅儿 但是这馅儿不露出来 不用了 酸酱有吗 要酸酱吗 酸酱有吗 都没行 来拿酸酱 喇嘛炖肉是清华酒店的招牌菜 也是蒙古乐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白玉华是传承人 经过腌制的咸白菜 鲜脆可口 大块猪肉不柴不腻 汤汁清亮 味道醇厚 这喇嘛炖肉咱说 那喇嘛炖肉 其实它就仅限于咱们瑞英寺的 这个乡镇本 这个就是有一个咸白菜炖猪肉 其实我们蒙古族过去吧 就是所有炖菜都统称为大菜 就是你说我做的什么大菜呀 所谓大菜就是你可以头头炖茄子呀 头头炖豆角啊 或者白菜炖豆腐呀 咸白菜炖猪肉啊 或者是酸菜炖排骨啊 都叫大菜 然后后期我就把这个咸白菜炖猪肉 起为喇嘛炖肉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咱们这块有瑞英寺 就是四叶级景区瑞英寺嘛 这里的老喇嘛就是吃荤 所以把这个咸白菜炖猪肉 定为喇嘛炖肉 今天来了一位108岁的老人 听说是离开家乡很多年了 这一次回来 在儿孙的配同下 特意来吃一顿久违的家乡风味 白玉华这里的家乡味道到底是什么呢 走进后院豁然开朗 原来白玉华将过去长在山坡沟边的野菜 栽进自家院子 随吃随摘没有农药残留 为其污染方便新鲜 我就想把这块自己的地 就是都种出纯绿色 蜈蚣害的 然后供大家 就是所有游客也好 自己就是过来吃 能吃到一个正规的纯绿色 蜈蚣害的食品 说下菜可以炸出来可以做蘸姜菜 也可以凉拌也可以炖着吃 还可以炸碗子 然后也可以摔那煲面 那个也做成野菜萝卜 就所谓的剁墙萝卜 农村就管它叫剁墙萝卜 剁墙就是像那个过去就是没有石头的时候 那不用那个土泥里边放各种稻草和剁墙 所以我们就管那个野菜萝卜都叫剁墙 那就过去就是啥 还是粮食少了就拿野菜啥呗 盯点粮食吃呗 冲击呗 现在的话过去的野菜都变成了啥呢 都变成了那个美食 而且都是无公害的那种健康的食品 都恢复到就是田园 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因为这个野菜都生长在一个 过去的野菜都在山上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 山上的那个大地里一般打点农药了 所以它都不健康的 所以现在就是园子里边的这个野菜 比较健康的 西天馅菜猪猫菜等等 这都是一个过去的一个 过去其实这个都是救命菜 我认为 吃那个芹菜啥的都不爱吃 哭了吧唧的 但是那不爱吃 因为你那种粮食少 就像苦菜蘸酱呢 就是 起码菜 所谓的就是苦菜嘛 就是把它炸了 其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嘛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呢就 基本都变成一个 人间的可以说美味 佳肴了嘛 这个吧就也说不上 有时候吧 就是馅菜比较多 第一发都是馅菜 第二发都是灰菜 现在都是马莲菜多嘛 但是主要是咱家园子就是都是 无公害 没有不打药 不上化肥 都是 牛粪了 羊粪了 上的这个底肥 所以可能这个野菜跟那个有关系 每个野菜都吃了 我到吧 吃吗还能吃 咱们能吃 吃吗 好 先走 这就可以 这也总是都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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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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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菜 各种吃法 麻齿线切碎做蔬菜丸子还可以凉拌 线菜既可以凉拌还可以做饺子馅 鲜嫩的扫煮苗掐尖炒水蘸酱 同年记忆里的野菜承载着人们太多的回忆和情感 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变 野菜的地位发生了改变 曾经让人们难以下咽的野菜受到了大众的追捧 农家肥的 农家肥的你上一个地方你就是看看这个园子是不是纯绿色乌鸿害的菜 你就根据它的长的那个草或者是野菜就能看出来 上的是牛粪呢 羊粪呢 鸡粪呢 肯定是野菜比较多 你要是上的农家肥 这就是农家肥 你要是都上的那个像化肥那种 肯定就是这个东西就不带长 就像你看这个野菜马连菜来灰灰菜过去 它说灰灰菜不能吃说喂猪的 其实你现在灰菜就相当于你一个月吃一顿以后它可以润肠通便 就给你清肠它的作用是真就很好 玉山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们瑞英寺独特的一种药材 它主要是消肿 就是对这个烟火炎比较有那个功效 玉山花形如簪色如玉 曾经是房前屋后的景观花也是一味中药 在白玉华的手里成了美食 细心的摘来细心的洗净 看似简单的做法全凭大厨的手上功夫 黄花菜也可以做菜 黄花菜它能凉血直血 黄花菜也叫金针菜忘忧草 要想吃新鲜的黄花菜采摘的时机很重要 新鲜的黄花菜含有秋水鲜碱 吃多了据说会中毒 所以入菜之前要处理好 去掉花蕊 毒性大部分被去掉 焯水是彻底去除毒性的好办法 然后再上锅炒 然后再上锅炒 北方的春夏很短 所以东北人很珍惜这个季节 大地的勃勃生机 唤起了在寒冷和萧条中 等待了一个冬天的人们的生活热情 枝头上冒出的嫩芽 冬土中生发的幼苗 散发着香气的花蕾 悄然展开的花瓣 都让人们展开无尽想象 尝尝尝尝的是土地的慷慨 是季节的热情 是自然的馈赠 吃到嘴里 让身体感受四季轮回的奥妙 是和自然亲密相拥 小的东西 好 似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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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